亲爱的妈妈 我今年十二岁了 如果不是妈妈陪在我的身旁 可能现在我 不会这样的坚强活下去 六年前 我生了一场很严重的病 爸爸妈妈四处求疑 为我操进了心 当时 两冰半白的爸爸 在我面前 微笑着说 不要怕 什么事都没有了 等你好了 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 我一直保着这个信仰 挺过了这一劫 过了一年 爸爸却得了病 我不尝了 一个个千条 一个个像石头这样纵的压力 落到了妈妈的身上 妈妈想喝龙药 但被我看到了 我立即竹子妈妈 妈妈却像一个 你会已经出销的洋娃娃 那样的美丽 那样的凄凉 那样的落脑 妈妈的劳累 我看在眼里 痛在心里 我甚至都认为我是个累赘 我累了妈妈 还害死了爸爸 一日一日地过去了 八月的到来 对于别人 对于别人都很好 可对于我来说 又是一个漫长的时间 虽然我也知道自己的病情是不准 或者是根本不能发烧了感冒的 可自己的身体还是那么不得 不争气感冒了 发烧了 对于我自己有些时候 还产生的一些想法 就像当年爸爸那样 静静地离开 让自己脱离冰冻的折磨 让妈妈不要那么辛苦劳累了 妈妈 其实我很爱你 又怕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去照顾你 对不起 我亲爱的妈妈 心中 淼淼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为了不拖累妈妈 她宁愿选择静静地离开 淼淼的坚强懂事 让在场所有人 潇然雷霞 那么此时的唐大姐 对张小平的误会 能否全部化解 过来 对张小平的误会 仍然 שמ� cart